它的豬血糕給好給滿 有13塊的豬血糕欸 他咬好久 我其實真的吃不到其他的味道 喔!它的腸胺好汁 香菜是加分的東西欸 我覺得必須要加香菜 我覺得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要來美食開箱啦 還記得大概在前幾個月的時候啊 就一直在網路上看到 不管是YouTuber啊還是在IG上面 都看到有超多人在分享 必勝客的一個超級厲害的披薩 記得那時候是叫做 香菜皮蛋豬血糕披薩 那時候引起一個蜂巢 就是讓大家呢 都去嘗鮮各種拍片啊 各種試吃之類的 不過那個時候呢 因為我也還沒有開始在拍片啦 就沒有跟上那一波試吃的蜂巢 沒想到現在必勝客 強勢回歸香菜豬血糕披薩 而且還進化了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香菜豬血糕 五根腸旺披薩 聽起來就覺得 因為我記得當時這個香菜豬血糕披薩 大部分的評論就是 欸很特別 不過呢 可能不是那麼的好吃 那我也很好奇 他們這次怎麼會想到說 欸我還要把它再進化 那像其實有些東西 分開來說 都蠻好吃的 像我自己本身呢 也喜歡豬血糕 也喜歡五根腸旺 欸鴨鞋啊 或者是大腸 我都非常的喜歡 但是呢就不知道 放在同一個食物裡 會變成什麼樣的樣子 沒關係 我們就來試試看 改良之後 會不會變得更好吃 登登 哇哦 這就是我們的披薩本人 其實我覺得目前看上去的話 料算是很多耶 豬血糕給好給滿 有13塊的豬血糕耶 目前看起來沒有想像中的可怕 我覺得看起來像好吃耶 辣椒加的有一點點多 如果不敢吃辣的人 這個會不會太辣 然後我覺得 香菜的部分 它好像沒有加到很多 目前看到都是蔥比較多 香菜看起來只有個四五片耶 經過改良之後呢 知道很多不敢吃香菜的人 香菜 大部分都著重在這個 鴨血 腸子 跟豬血糕 個人目前這樣看起來 覺得還不錯 來吃吃看吧 光是一片披薩 它其實就有 一塊的鴨血 兩塊的豬血糕 然後一堆辣椒 感覺吃下去會非常的滿足 這個要很大口吃耶 這咬好久 我覺得第一口吃下去 我真的就像是在吃一塊豬血糕而已 我其實真的吃不到其他的味道 定多有一點點蔥跟辣椒的那個提味而已 就完全吃不到披薩本身的味道 可能我吃的料還算少啦 不如我們再多吃幾口 試試看它的腸旺的部分好了 喔 它的腸旺 好吃 它的腸旺其實算是 肥瘦差不多剛剛好 然後也不會太油膩的 個人覺得腸旺是最好吃的 它這個概念是不是 肉無敵大燒買的感覺 欸 蠻像的 我覺得它的料分布也都 分得蠻遠的 你很難一次吃到豬血糕加 鴨血 或者是一次吃到豬血糕加長旺 基本上就分開吃 那我就覺得 吃起來好像沒什麼太大的不舒服感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涼掉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豬血糕有一點點硬 鴨血的部分涼掉之後也稍微比較扎實一點點 但我覺得它薄片做的是對的 我個人覺得像這麼重口味的披薩裡面 做薄片就夠了 吃一塊帶有香菜的披薩好了 它有一些是沒有帶到香菜的 這一塊裡面就有超級多的香菜了 那我們就搭配著吃吃看 欸我覺得這個披薩裡面 香菜是加分的東西耶 把你的這個豬血糕的這種味道再帶出一些香氣 我覺得必須要加香菜 我沒有很愛香菜 但是整個披薩的味道是比較香的 這麼棒 這麼需要加香菜的這個披薩 我決定等等就再去買一盒 非常的適合它 其實我覺得沒有想像中有差啦 我本來是想要報復一下社會的 就是你知道 送給我的經紀人 送給我的這個拍攝主持 但其實真的蠻好吃的啦 我覺得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以這麼奇怪組合的披薩來說呢 我其實覺得已經算是標準之上了 這個算是不錯的啦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總結 它這個披薩呢是新品 所以呢它其實是沒有包含在 買大送大的披薩裡面 那它就是只能單點 但是我覺得價格399來說的話 想嘗鮮的話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欸不用害怕 只要你不討厭這裡面的 任何一樣東西的話 其實一開始呢 我對於它的印象真的不是太好 大部分的人都是說 呃先不要 而且甚至當時候 我還想說有沒有這個小披薩就好 因為我很怕可能吃一塊 就不想吃了 然後就浪費掉 不過吃完之後呢 我個人是覺得比預期中的好 那我們今天的美食開箱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 掰掰 欸不過我自己本身呢 是不太討厭香菜的 我覺得這集呢 應該找啾啾來吃 先騙他說 欸這個好吃的 那我覺得呢 像這樣子這麼特別 也不會真的讓人家覺得很反胃的東西呢 非常適合拿來4月1號的時候 就買這個送給啾啾 哈哈 哈hahan cause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feel so lost never at home Need to be strong Every breath cause I can't move on until I let go asy